Body Effect 上次談到Body Effect 然後我們跟大家解釋完 它的一個原因 然後它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它的 VTN 會改變 所以我們知道有一個這樣的公式 我們有一個例子 讓大家看一下 只要你要了解Body Effect 它的影響是什麼 它主要是 VTN 會改變 那原因就是因為這個 Vsb 不等於0 所以我們看一個例子 如果原來的 VTN 0 是一伏特的話 它這個 Body Effect 的參數是 0.35 它有更號 V 然後這個半導體的參數是 5F 是 0.35V 然後我們求一下 VTN 當你的 Vsb 等於0 以及 Vsb 等於一伏特的時候 就是 Body Effect 會因為這個東西 Vsb 的值不一樣 它會改變 所以很簡單 我們就帶一下這個公式而已 在 A 這個部分 因為 Vsb 是 0 所以很 Trivial 的你的 VtN 就會等於 VtN 0 因為你後面這個 0 帶進來之後 這個兩個根號 就 這個括號忘記寫 這個括號 這兩個根號項 其實就減掉就是 0 所以後面那一項就不見了 所以你的 VtN 就等於 VtN 0 就是一伏特 那如果是 Vsb 是 1 你的 VtN 就會是你的 擺這個公式 去把這個 其他的參數帶進來 所以是 0.35 然後去乘上 這根號是 兩倍的 Fine F 是 0.7 加上你現在 Vsb 是 1 然後去減掉 根號 0.7 好 那這個值把它加一加 是 1 加上 0.16 0.16 1.16 伏特 所以你的 VtN 會因為 Vsb 現在 不是 0 所以它會做一點點變化 做一點點變化 做一點點變化 好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 Body Effect 最後一個 example 沒有把它講完了 那我們今天接著來看 下一個跟 理想上的東西比較無關的 就是比較不理想的狀況 就是我們來談談它的溫度效應 我們前面也花很多時間 談不同的 device 面對溫度怎麼變化 那一樣我們也看看 Moth 的電流 跟溫度的影響 好 那溫度影響 你回過頭來就要看 你在不同的 Region 你有不同的電流公式 那這些電流公式 會受到溫度上升 到底會做怎麼樣的改變 我們要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看看 如果你在 在 Tri-Region 或在 Saturation Region 都會有的 比如說在 Tri-Region 那我們知道它的電流公式 好 老師再抄一次 各位應該已經背起來了對不對 這是 Tri-Region 的公式 那 Saturation Region 那 Saturation Region 你的 ID 會是 也是一樣 Kn 然後 你的 Vgs-Vtn 的平方 然後 考慮你的 那個 Chainless Modulation 的話會加後面這一項 好 所以 我們要看溫度的話 我們回過來看 那在這兩個工作區域的時候 哪些因素會受到溫度的影響 你可能要去探討一下 那那個因素的影響 就會影響到 你這個電流 就看這個電流公式裡面有哪些項 它跟溫度有關 那這些溫度有關的項 它對溫度怎麼變化 就會影響到這個電流對溫度的變化 所以我們看看 其中這裡面的一些 Turn 其中我們知道 Kn 其中這個 Kn 它是什麼 它就是 2分之1的 μn Cox W over L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式子裡面 我稍微檢視一下 比如說在 Tri-Region 裡面 這是 2 然後這是 Vds Vds 是外加電壓 就是你外面控制你要電壓 然後你的 Vds 呢 也是一樣 影響你通道的這個厚度的 會不會有通道產生的 所以這些都是外面你給的 所以它跟溫度似乎沒有關係 但是這邊你看到 好像 Vtn 會不會跟溫度有關 想一想 Vtn 跟溫度有關 Vtn 是什麼 Vtn 說你讓通道剛好產生的時候 那時候的 Vgs 叫 Vtn 可是通道剛好產生 我們上次有花一點時間去談 到底這個 Vtn 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 還記得嗎 Vtn 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 那如果某個因素 它其實是跟溫度有關的 那當然這個因素就會影響你的 Vtn 所以現在 Vtn 可能是 可能是跟溫度有關 那看看 剛剛前面還有這個係數 Kn 對不對 Kn 那我把 Kn 把它寫明確一點 發現它是 2 分之 1 的 μn Cox W over L 你看這個常數也不用管 那這個寬度應該跟溫度也無關 就是它 Dimension 沒有關係 那 C Oxide 呢 C Oxide 的意思是 Epsilon Oxide over T Oxide 這個就是 Oxide 的厚度 然後這是界電的係數 它的 Permittivity 所以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那這個呢 Mobility 跟溫度有關嗎 好像有耶 Mobility 就是問說 這個宅子在這個 單位電場下 它移動速度的快慢 所以你稍微檢討一下 你發現 似乎 我如果要看溫度效應的話 我可以從 我們剛剛談的這兩個 Factor 來看 來看 它會跟溫度 有關係喔 所以我們發現 跟溫度 在電流公式裡面 與溫度有關的 這些參數有哪些喔 第一個 似乎就是 Mobility Mobility 我們前面說過 所以大家從 Mobility 開始看 Mobility 以前我們在談的時候 記不記得大家畫過一張圖啊 就是說 比如說 如果這個是 這個是溫度 然後這是你的 Mobility 然後那時候我們談過一些機制 其中有提到一個 就是 Mobility 的時候 隨著溫度上升 它就 上升快一點 它就會比較大 那你說隨著溫度上升 它又掉下來 那 到底是哪一個 那就看你現在 大部分這一個 Device 它是 operate在 什麼樣的溫度範圍嘛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有說過 如果在室溫300K的時候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 Mobility 我們知道了 它的溫度上升的時候 我的 Mobility 不管是電子或是電動 一樣 它的 Mobility 是下降的 Mobility 是下降的 所以很明顯你回到 這個 Equation 這邊來看 溫度上升 Mobility 會下降 那 Mobility 就是 Kn 裡面的一項 那它會影響到這兩個電流 反正電流就是 ID 所以我知道 那電流應該就會變大變小 如果 Mobility 下降的話 我的電流實際上會下降 所以我了解到 原來溫度上升 我的電流會變小 溫度會變小 好 那我們再看看 我們剛剛也說了 這個 Vtn 似乎會跟 這個 Vtn 似乎也會跟我的溫度有關 還記得為什麼 Vtn 跟溫度有關 在 Vtn 我們上次談到 跟 Vtn 影響 Vtn 大小的 三個因素 大家應該還記得 其中有一項是什麼 就是在 你 Vtn 就是我現在要想辦法讓 我想辦法讓這個 這個通道產生出來對不對 這是我的 Gat 的電壓 我想辦法讓這個地方產生 Channel 那這個 Channel 的話就 跟誰有關 就是說你 能不能讓它很容易發生反轉嗎 如果這個發生反轉容易 那當然這個 Vtn 就比較小 那如果發生反轉很困難 我就要給 我的 Vgs 就要給大一點大一點 然後再大一點 然後好不容易反轉了 OK 那這時候我的 Vtn 就大一點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說過 這個反轉其實就是跟你這個 這個你這個 Subtrade Subtrade 是個 P-Type 那看它的掺雜濃度對不對 但是我們更在乎的是什麼 更在乎的是它的 少數宅子是不是容易 濃度高不高 容易讓它 少數宅子在這個 Subtrade 裡面是電子 我們在乎的是電子 有沒有容易讓它反轉 然後形成這個 Channel 所以我們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Vtn 的大小跟溫度的關係 似乎就是 我們想知道說 那這個 Subtrade 如果 它 因為溫度的關係 而導致它的少數宅子濃度上升的話 那麼它是不是比較容易被反轉 我再講一遍 因為溫度的關係 使得這個 Subtrade 的 少數宅子的濃度上升的話 那它就比較容易被反轉 對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有談到說 跟你這個 這個 Na 有關 就是你這個 Subtrade 掺雜的 這個 Accept 的濃度有關 那實際上這個濃度反映出來 就是什麼 就是我的這個 這個少數宅子的濃度 因為這個是多數宅子 那它們多數宅子跟少數宅子是 Follow 一個質量作用關係 是嗎 是Follow 這個關係 所以 簡約其實我們現在來看看 如果 我現在溫度上升的時候 我會發生一件事情 我也知道我的 Ni 平方 就會上升 對不對 那 Ni 是誰 還記得嗎 Ni 就是我們 第一個禮拜教的東西 本質在此的濃度 就是純的那個濃度 那你也知道 上次跟大家做練習 這個跟溫度影響很大 所以 溫度一上升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 就會上升 而且上升很快 你增加一點點溫度 這個本質在濃度就上升 那根據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質量作用定律 N乘上 P 等於 Ni 的平方的話 那你也知道說 那這樣子 N 一定也會上升 那 P 也會 也會上升 因為你現在 Ni 這項是上升的 所以你的電子濃度 跟電動濃度 就會跟著上升 那我剛剛談過 我說我現在在乎 是誰 是你少數宅子的濃度 所以你現在在我的這個 這個 substrate 這是 P 型半導體 它少數宅子是電子 事實上我就是 care 誰的濃度 電子的濃度 所以我現在電子濃度 當然就上升了 電子濃度上升的話 表示我越容易形成 在同樣的這個 外加平壓下 我就越容易形成我的 channel 是不是 所以我就 因為這個越來越大 我的 channel 就越容易形成了 那越容易形成 channel 的話 那表示什麼 所以我的 Vtn 會怎麼樣 越容易形成 channel 的話 Vtn 就要越來越小對不對 因為我根本不需要那麼大的電壓 我就可以形成 channel 所以我的 Vtn 事實上就會 變小 OK Vtn 會變小 所以我們 推推推從 溫度上升 然後 之後 溫度上升的時候 你 Vtn 不用那麼大 它會比較小一點 那回到電流公式 我們這邊剛剛還沒有插掉 這電流公式 你看 電流公式在 Vtn 的這一項 是誰 不管是在 trial 或是 saturation region 反正就是這一項 這一項 跟 Vtn 有關 那 Vtn 如果隨著溫度 越來越高 那 Vtn 會下降的話 那麼 因為它現在是 Vgs 減 Vtn 所以 這一項實際上就是我的有效電壓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 Vtn 會越來越小的話 那我的 Vgs 減 Vtn 就會 越來越大 來 因為你是減掉了 所以這個圈起來 紅色這個有效電壓這一項 就會越來越大 那越來越大 它就等同於跟 id 有關了 所以 它就跟 id 正比 所以 溫度上升的話 你的 id 會上升 id 會上升 可以嗎 所以回到那個公式裡面 你這兩個是正比的關係 它是 proportional to 這個 id 是 proportional to 這個值的 所以你的 Vgs 減 Vtn 現在變大 所以 id 就會變大 所以 第二個結論 跟 Vtn 有關的結論 就是溫度上升的話 你的 id 會上升 但是跟 mobility 有關的結論是 溫度上升 你的 id 會下降 所以我們又遇到了類似的問題 就是你有兩個 兩個因子它影響到 這個電流的大小 問題是這兩個因子 隨著溫度同樣上升 它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回頭去看 它的 net effect 好 看誰 最主導這件事情比較多 好 所以大家直接講結論 Mobility 跟這個隨修 隨修 voltage OK 凌界電壓這兩個東西 它都受到溫度的影響 誰比較主導多一點 答案是 mobility 所以溫度上升的話 我的 id 會下降 我的 mobility 它對於這個溫度的上升 而它對電流這個改變 它的效應 它淨效應會大於我的 隨修 voltage 隨修 voltage 所以我得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 這個就是在談 Mos它的電流 跟溫度的關係的結論 結論 但你結論要知道 但是這個過程你還是 清楚一下比較好 OK 好 所以得到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很重要 這個結論很重要 就是溫度上升 你的電流會下降 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為什麼重要 它牽涉到一個叫做 負回收的概念 負回收的概念 那假設我今天說 如果你不認為說 我剛剛講的溫度上升 id下降 這樣的一個特性很重要的話 那我用相反會如何 我用相反 我如果說那這樣 這個特性不重要 那溫度上升 其實你的id是上升的 如果是這樣的結論 那你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溫度上升 id上升 好 那 各位知道 功率裡面是p等於iv 對不對 power 那你的溫度一旦 上升 電流上升之後 電流上升的時候 你這個 這個i上升 你的p要不要跟著上升 要 你的p就跟著上升了 那p是功率 功率之後 整個反應出來就是熱 就是熱 就是熱 就是你的heat 你功率越大 你消耗的這個熱就越多 那熱 熱越多不就表示什麼 熱不就是你的溫度嗎 所以溫度又上升了 溫度又上升之後 然後電流又上升 那電流上升 溫度又上升 然後呢 最後怎樣 死給你看對不對 它就燒掉了 OK 但是反之你是 復回受的概念的時候是不會 它會幫你拉回來 所以你不用擔心溫度上升 然後就整個 開始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比如說我剛剛再講一遍 溫度上升 你電流如果是上升 假設你是這樣子的話 那 你溫度電流上升 你的這個功率就是上升啊 那功率再上升的話 功率power power power Dispation 不就我們一直在講 power Dispation 代表說你這個device 能夠承受多少功率 那反應出來就是它能夠 有多少的熱 它反應出來熱 那熱的話就是溫度 又會跟著上升啊 那溫度上升你又回到 上面這一個 又回到前面這一個來 電流又上升了 然後功率又上升 那這循環下去 就只有燒給你看而已 所以這樣就燒掉了 所以這個Property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溫度上升 你的電流下降 這樣的一個復回受的概念 對電路的穩定性 實際上非常重要的 Stability 所以Moss有很多好的特性 現在談的這個是其中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 我們到應該是下禮拜 就會跟大家提到 所以這是為什麼Moss 它可以Sustain 這麼久的一段時間呢 它可以持續這麼久 它都沒有被人家換掉 實際上在Moss之前 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邏輯 電晶體用有關的邏輯砸出來 那大家都不想用 但是到了Moss之後 發現它真的很好 很多好的特性出來 一直到現在走到MossLow的 快要快要快要盡頭了 大家還是在想辦法要 延續MossLow 還是盡可能用Moss 這個Property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談到溫度的效應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好 今天要來談另外一個重頭戲 我們前面跟大家預告說 會有其他 我們會有totally四種Moss 好 來我們review一下 我們有nMoss 還有pMoss兩種 這是分類對不對 那nMoss呢 又有一個叫做 in-enhancement mode 然後一個叫dip-collation mode 那in-enhancement mode 意思就是我們前面介紹 我們前面把這個東西 談得非常的詳細 電流公式怎麼來的 各式各樣的有關的 我們都花了時間談了 那 它跟它的差別就在於 它原先沒有通道 所以你要由VGS這個電壓來 然後讓通道產生 那 另外一種叫做depression depression mode 就是它其實 是沒有 一開始就有通道 一開始就有通道 所以我現在外加的VGS 會讓通道 可能變長 變厚一點 或是變薄一點 那同樣的pMoss也是一樣 它又有這兩種 那概念是 是類似的 好 那我們今天 就要來跟大家講 如果我換成其他三種Moss的話 那到底這個 我們前面談的 花很多時間談的這個電流 電壓的這個關係式 會不會有需要做一些改變 好 那 enhancement的Moss 我們有時候 老師就把它寫成 1Moss OK enhancement的Moss 然後這個 另外一種是 depression的Moss 然後這是 enhancement的Pmoss 這四種 就是用前面這個字來代替 它是enhancement 或是 depression 這個Mode 好 我們快速的review一下 我想 老師上次提醒各位 回去要把這個公式先 備手 那之後你再看其他的 就會變得很容易 好 enhancement 它的這個 它的電路的符號 是 它的 Vtn 是 什麼樣的極性 Vtn 是想辦法讓 這個 電子 吸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Vtn 是正的 那你的 Vtn 就是呢 這個電壓大小 這個電壓大小 因為我也要讓 這個 載子 我把它吸過去 因為這個是sauce sauce端 它把電子提供給你 所以你要把電子吸過去 那這時候你的Vts 就要給 正的電壓 給正的電壓 那所以你電流 都是 電流跟這個載子移動 是相反 那我們有 談到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 lambda 或是VA 這個 這個參數 好 那 這兩個參數 它的關係是lambda等於VA分之一 那麼它也是一個正的值 它是一個正的值 在不同的操作區域的時候 比如說 第一個 Vgs如果小於我的 Vtn 好啦 我們再跟大家review一下 你如果還沒有背 你就把它現在趕快記起來 然後等一下看其他的 你才會有辦法做一些轉換 好 Vtn Vgs小於Vtn的話 表示我現在還沒有 辦法有通道產生對不對 我就說你這時候 我的 我的MOS是在cut off 所以我的電流 是0 cut off 就是截止 截止區 那如果 Vgs大於我的Vtn呢 那它就導通了 好 它就導通了 那我們又分幾個case對不對 第一個是我的Vds 小於我的Vgs-Vtn Vds小於這個有效電壓的 那這時候我們說它是在 Trial region 好 那電流公式id 好 這是我的Trial region 那你也知道 Trallusion 的定義是說 這個通道沒有 並沒有在 Jam 這一端夾子 通道是一個 延伸到 Jam 這一端去的 它是一個 Continuous 的 Channel 那另外一個是 我把這個等號寫上去 Vds 小於等於 第二個是我的 Vds 大於等於 我的 Vgs 減 Vtn 那這是在 我的 Saturation 的 Region 那我的電流會等於 Kn 我們 這是我們彈過的第一種 我們前面講過了 大家記起來